喔 喔 很有幸福的感覺 哈囉大家好我是黃叔弟我是二位 我是阿康 歡迎來到黃叔弟開箱頻道 今天我們前面竟然有麥當勞 之前小包手提醒我說我們的頻道 其實麥當勞的產品不多欸 那這次麥當勞推出了新的產品 是藏寶系列 藏寶 是那種 Supway會出現的東西嗎 有點像類似Supway 它是超肉感藏寶 超肉感聽起來 它主打的是你從第一口吃到最後一口都是肉 那這一次呢一共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煙燻雞肉藏寶 天啊好不像麥當勞 這包裝喔 還有一個是薑燒豬肉藏寶 什麼油花比例很完美欸 好然後呢做了一個很以往不像麥當勞出現的包裝 是掉了一塊肉 肉多到不掉出來 好那我們現在先吃哪一個 我覺得要先吃 人家說吃東西都兩個東西一起吃 要先吃味道比較淡哪一個 你猜哪一個味道比較淡 應該煙燻雞肉會比較淡 好那就吃煙燻雞肉 絕對不是我剛剛做這塊就更好看 來吧 它其實呢就是半截那種前廳包 就是有切一半 大概六吋 又掉 一直掉肉出來欸 好扯喔 超多肉 太扯了吧 它是滿到包裝都有肉 真的 這個有那種大亨堡的那個麵包欸 這個感覺 看起來很棒 這一個呢是74塊 單點 就是多那麼多肉 有啦有啦 這個肉量 真的是能夠接受 那是從第一口到最後都是肉 它其實 它其實 你光聞的就聞得到那個 煙燻味 就是煙雞的味道 它肉真的很多欸 還是用手比較實在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有 感覺像是應該是美乃滋的醬 蜂蜜芥末醬 蜂蜜芥末醬 對 然後還有一些碎的生菜 跟肉 好軟喔 好軟喔 買 這個好吃喔 還不好買它熱 早上吃這個東西 會有幸福的感覺 所以剛出爐的 熱熱的然後 後面芥末有點酸酸甜甜 沒錯 它的麵包好好吃喔 麵包很鬆軟 然後沒有 很像我們剛買回來就吃了 所以它沒有濕潤掉 沒有濕掉 真的是每一口都是肉 很棒欸 退退退退 但是薇薇我要告訴你一個 殘酷的事實 這個是期間限定的 啊 你說它會消失 對 它會消失 它到4月28號它就不會再賣囉 所以要買到快 還很想念那個麥當勞的 焦糖奶茶 嗯 之前有出過的那個 下一個是薑燒豬肉 這次很可惜沒有出牛肉的款式 嗯 它這比較完整一點 它沒有這樣爆出來 可能因為薑燒會比較 濕潤 比較黏在一起 肉跟肉的組織比較黏 哇 很多欸其實 這個都是肉 認真多耶 然後油花跟瘦肉的比例 感覺它是有調 有那種分配過的 真的 它醬汁給的很充足 那這個呢是日式燒燒醬 嗯 這樣就可以已經可以聞到很濃郁的 照燒豬肉耶 那個肉它那個油花多 好 等一下喔 等我等我 我還沒 等我等我 哦 我到那個薑味了 薑味挺重 啊 薑好重喔 有一種在吃 摩斯漢堡的錯覺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能吃薑 但我不太喜歡薑味太突出的人 嗯 人人 的人啊 我是一個不太喜歡薑味太突出的人 不然我為什麼不是人嘛 你不太喜歡薑味太突出的人 我是一個不太喜歡薑味太突出的人 懂嗎 對 懂嗎 好 所以說 我覺得它的薑味很濃郁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薑汁豬肉 你就會很喜歡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薑味太濃郁 你就會有點啪啪的話 就會它真的是很夠味 而且是很嫩的肉 就是它油花真的蠻多的 不錯 那這兩個都是74塊 嗯 3點74喔 不是套餐喔 了解 我心目中是喜歡 煙燻雞肉 我也是喜歡煙燻雞肉 真的 這個煙燻雞肉真的是 肉多而且有點驚豔的感覺 而且它很清爽 像我覺得 蛤 所以你拿切給我 我們選好了 選好了 選好了 因為我自己覺得薑燒豬肉 它吃久可能會有點過鹹 我自己覺得 因為麵包會吸那個薑汁 好像不會飛喔 好了我幫你拿好了 好 它煙群很重耶 煙群超重的 感覺上這個雞就是從小在煙 這有類似那種沙威麻對不對 你剛剛講嗎 有像沙威麻嗎 一點點類似 有一點想煙燻的感覺 嗯 不錯好吃 是好吃的 那這個推薦給大家啦 好 大家趕快去期間限定買一下 這兩種口味 觀眾們你們看到現在還沒有吃過的話 你會最想要買哪一個來吃吃看呢 趕快留言告訴我 你心目中的選擇是什麼吧 那如果還想看到更多這種美食類的開箱的話 也歡迎訂閱我們喔 好 歡迎收看你們看朋友 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鈴鐺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Facebook 跟IG Facebook跟IG 追蹤 然後歡迎收看 下次見 掰掰 那就這個 推薦給大家 那這個推薦給大家 推薦給大家 那如果還想 那如果還想看到 昨天怎麼了 這個